昨天为您报道过有个小男童不是从楼上掉下来吗 压到一个机车骑士 两个人呢这是奇迹都只有受到了轻伤 而这个骑士呢他经过了两天的休养 还是觉得手臂很痛 昨天小的时候呢他到医院治疗 而他谈到了当天晚上的情况还是心有余悸 他说当天晚上的时候呢 他一开始还被人误会说是车祸造势的嫌犯 甚至呢家属还对他很不谅解 要找他算账 直到警方调出了这个监视器的时候 查出了真相才挽回他的清白 两天来的休养显然还是不够 左手肘依旧包着厚重纱布 被小男童砸到的机车骑士 回想起事发经过 只觉得手臂像是被爆炸波及 其他几乎失去记忆 感觉手爆炸以后就躺在旁边死以上 我就昏倒了 然后起来之后我已经在医院了你知道 我已经感觉我被推到医院里面去 然后之后醒来就说 旁边的人就说就是旁边那个人中的 我自己说看到旁边坐在就是 我右手边就是有个小孩躺在那边 我自己也吓到 他们就说那个小孩是我中的 差点被人误会是车祸造势嫌犯 还被不知情的隔壁病患踹了一脚 甚至男同家属一开始也搞错原因 气得要找他算账 我可以听到他的心情啊 因为他小孩这样 当下就是我摩托倒在那边 他小孩躺在旁边 对吧 他后来怎么跟你道歉 他就说他对我很不好意思 因为结果事情经过了以后 是我救了这个小朋友 幸运救了小朋友一命 成了富商英雄 但坠楼原因还是得了解 原来阳台的栏杆高度比男同多出一点 只是旁边刚好有个沙发一样高 小男同疑似爬上沙发探头往下看 才会发生意外 现在警方要调查 父母亲是否有疏失 可能背上刑则 中天新闻白建华 徐华川 台北采访报道